今天凌晨台北市袁警互报 说有女子在捷运双连战大吵大闹 当时袁警立刻前往现场 介护这名女子返家 想不到回到家里面之后 这名女子突然情绪失控 使了力气来攻击袁警 造成袁警的左胸口还有左手臂都因此受伤 当时现场同仁是急忙来处理伤势 索性这名袁警伤势没有大碍 但是当袁警回过头就发现 这名女子胸口有处刀伤 虽然紧急送医 但还是宣告不治 袁警不断小心警戒大声喝斥 要求女子把手中的力气放下 而女子的情绪相当激动 完全无法冷静 反而回过头来要求袁警不准动 原来不久前袁警护送女子返家 但她突然情绪失控 拿起力气攻击袁警 一旁另一位袁警立刻用沙发将两人隔开 不让伤害再度扩大 这一堆警察吗 而整起案件发生的原因是在更之前 女子当时在捷运站外大吼大叫 深情恍惚 被接人员发现后也立刻报警 袁警到场后才发现 原来女子先前已经拿手机 拨过无声电话报案 但袁警回拨后她却始终没接 而是持续的在捷运站外大吵大闹 事情发生在9月1号凌晨的台北市大同区 警方在捷运站跟女子接触时 她表现得相当平静 没想到返家后情绪却突然失控 面对父亲询问她 为什么又闹事 女子更失控的反驳没有 之后便持力气伤警 造成袁警左胸口穿刺伤 左手臂划伤 等到大家处理完患者伤事的时候 回头查看 发现女子的胸口已经有一处刀伤 不幸发生憾事 而受伤的陈姓袁警 警砖25期毕业 从仅十年曾经查起毒品阻炸 平时表现相当积极出色 同仁一面掏出辣椒水 致死警戒 一面委婉安 张女后突然自残 送台大医院急诊室治疗 宣告死亡 杀警案后远警的安全问题 再度浮上台面 平时的训练和装备是否充足 恐怕还是得好好思考 记者陈嘉明王玉君台北采访报道 台大医院发生一起探病恐吓案 这是一名男子喝醉酒 凌晨时间说要去加护病房 探是妈妈 就因此遭到拒绝 想不出这名男子 不但是拉扯护理师 还掏枪来恐吓 随后逃逸无踪 案发之后十个小时 松正义分局随即逮捕这名嫌犯 虽然当时他拿的是玩具枪来犯案 但是由于他对医护人员使用暴力 这已经违反了医疗法 记重可以关三年 医院走廊上白衣男子不甩拦阻 从口袋逃出武器 对准护理师叫嚣 护理师同事原本想过来解围 也不敢太靠近 赶紧转身离开 另外找救兵 案发在台大医院西纸 闹试男子的母亲确诊 住家户病房 30号凌晨 他想探望妈妈 探病时间还没到 却想硬闯 爆发冲突 呛完之后立刻开溜 警方抓人扣枪 用来恐吓护理师的 只是一把玩具手枪 全案以妨碍自由 和违反医疗法侦办 24岁料性嫌犯 不但没有孝顺到妈妈 还因为酒后失控 吃上官司 记者综合报导